全球輿論大動態 近在有報天天讀 大家好 我是宋忠平 今天我讀報 今天又是週末 祝大家週末愉快 我們今天的焦點要談的是 這是美國的德克里克堡病毒實驗室 國際聚焦 我們關注駐美大使秦剛 我們來看一看中國駐美大使秦剛 你看到了美國之後的話 就指出中美大門是不會關上的 而且要推動中美關係 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但是有一些專家就指出 你看美國到中國的大使 到現在都沒有任命 就在於美國國內對華的政策 不斷地在搖擺 連一個大使的任命都拿不出來 拜登可見其能力一般 來自於《今日報》 《香港01》明報的情況消息 再來看一看 你看美國就開始說了 說是美國要重振繁榮非洲的戰略 要提供一個和中國不同的 繁榮之路的版本 其實這個版本確實不同 中國對非洲進行援助 進行各種各樣的資源 是不帶任何政治目的 而美國恰恰是用價值觀 和意識形態 來考慮對非洲進行援助 另外加強的是軍事援助 這個和中國完全不一樣 《旺報》路透社的消息 裡面說的是 奧斯汀就建議 要把每月結為戰略夥伴關係 但是我們知道 每月之間打過一場仗 而且到現在還心存芥蒂 他們之間要形成 所謂的戰略同盟的話 難度比較大 美國就是想把自己的二手武器 賣給越南 這是一個主要的考量 另外就是要共同對抗中國 寧富你看發了公告就是 禁止美國人士購買我的基金 為什麼呢 既然美國限制我的話 對不起 美國人就不要買了吧 這也是為了讓美國人 不違反美國國內的法律 下面來看 《旺報》和《信報》的消息 裡面說的是 孟晚舟案的檢察官 也就是對華為進行調查的 這個檢察官呢 現在被提名進入商務部 而且任要職 這樣的話你覺得 華為還能有好日子過嗎 包括之前 你看對谷歌啦 Facebook啦 比較有意見的一個人 被拜登任命為是 反壟斷調查的官員 你看找這樣的人來當官員的話 不就是有針對性嗎 哪還有什麼公正可言呢 中美科技競爭 拜登要換個賽道 換什麼賽道呢 就是要加大在科技上的投入 要加大維持其科技的霸權 如果在科技上單純競爭的話 我覺得這是個好事 對人類的科技進步 將會帶來更大的幫助 但是千萬不要惡性競爭 而且不要考慮其他那些旁門左道 俄羅斯就說 美國希望把中國 拉入到核軍控的條約談判之中 對不起 俄羅斯認為中國是不會來 中國當然不會來 俄羅斯說 要不然咱們把英國和法國 先拉進來看一看吧 這兩個國家也未必願意來 畢竟和美俄相比 他們的核武器數量是少之又少 俄媒就說 中國令美國越來越緊張 緊張的原因就是怕取而代之 中國說不會取代美國的霸權 但是美國是相當的不自信 來自於環球時報 美國中院現在通過了 不完整中國的地圖 什麼意思呢 就是要把台灣 從中國的地圖裡面 要把它刪除出去 這難道是遵守所謂的 一中原則嗎 我們下面看一看 參院怎麼表決 包括拜登怎麼來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要講這個事情 台海模擬戰爭 美軍又敗了 美國說我要改變作戰的綱領 這個所謂的模擬戰爭 就是兵棋推演 兵棋推演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方式 看來美軍的兵棋推演 自己又落敗了 為什麼要改變所謂作戰的綱領 就是傳統的作戰模式 大規模集結部隊來對抗解放軍 看來已經不能奏效 所以美國說 要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到更多的軍事基地 來看一看 安倍又開始刷存在感了 在所謂的台美日戰略論壇上的話 他們之間就不斷地在說一些 跟台灣有關的事情 而且說關注台海問題 安倍現在已經不當首相 但是在自民黨內 還是有比較高的影響 而且他又說 比較擔心台灣又像香港一樣 這都是錯誤的信號 李登輝逝時一周年 你看安倍晉三說 有可能會到台灣去訪問 而且又對台灣問題是大放厥詞 這一點的話 中國人民是不答應的 也會嚴厲地批判 劉潔一就指出 包括美國在內的域外勢力 是不會做賠本的買賣 台灣將會變成棄子 而不再是棋子 但是只有中國大陸不斷地努力 台灣才能成為棄子 而不是棋子 布林肯見到了譚德賽 又提到了溯源的問題 外交部就做出了三點回應 一方面的話 就是中國已經做出了大量的努力 另外德克里克堡 是由嚴重的問題需要調查 還有就是第一階段溯源工作 中國已經做出了大量的配合 應該尊重原有的結論 是誰在破壞科學規範 不言自明 我們來看這個統計 全球已經接種了40億劑的冠病疫苗 那麼亞洲現在做得還不錯 但是非洲現在在拖後腿 來自於聯合早報 News24 變異的Delta病毒 已經傳到哪了 132個國家 一共聯合國註冊的會員國 才194個 現在已經132個國家 美國7天內的病例 又飆升了131% 這個數字真的是觸目驚心 這個消息說一說緬甸 緬甸由於內戰不斷 動亂不斷 大家看一看 緬甸現在經報35%的單日檢測的確診率 這個意思是什麼 找了一堆人來檢測 結果三分之一的人都確診 但是現在你看有一些擔心說 有可能緬甸兩個人裡面就有一個確診 為什麼 光關注打仗了 大家的檢疫的工作 包括防病毒的事情都不關心了 所以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而且在緬甸還有一種傳聞說 喝酒喝高度酒能夠避免新冠病毒 看來這個不正確是假的 之前在我們這也有這種說法 但後面來證明完全不可靠 來看一看杜特爾特也在說同樣的事情 說菲律賓的老百姓沒打疫苗不要出門 否則的話隨時可以死一死 自由時報和文匯報的消息 日本單日確診病例突破了1萬 包括東京奧運會也增加了24宗 美國的選手包括其他有一些選手 不得不退賽了 但是國際奧運會趕緊澄清 這個跟東京奧運會沒有關係 東京奧運會也不會中斷 來看本台的評論員毛峰 特約評論員他就指出 人文奧運瞄準的是人性金牌 其實我覺得人性金牌更應該是公正公開 尤其是裁判既然已經宣了事 就更應該在執法的問題上 要嚴格按照標準來執法 不能因為日本是東道主 就讓這個金牌有所傾斜 來自於亞洲週刊 《文匯報》裡面又指出 東京奧運會的開幕式 原來的方案曝光 但是後來做了大量的修改 為什麼呢 每一個政客都想把自己喜好的東西夾雜進去 結果導致這間奧運會的開幕式 給人感覺有些不倫不累 你看英國奪金的這個直播沒有直播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買的那個時長不夠 但是呢 日本呢 卻特寫了一個蟑螂 蟑螂你看到處在爬 結果呢 光這個事情佔了五秒鐘的時間 所以本屆東京奧運會 既然有蟑螂驚現鏡頭 也表明這間奧運會並不是那麼完美呀 好了 《國際速報》我們一會兒接著說 來看一看中印之間的邊界問題 印度在中印邊界部署了八架陣風戰機 印媒說旨在對中國形成新的空中威懾 真是有點太高看自己了 中印7月31號將舉行第12輪軍長集會談 還是談 不要總是拿自己的那點微不足道的武器裝備 來嚇唬中國 中國不是下達的 中俄兩軍下月在寧夏將會舉行軍事演習 兵力達到了萬人 而且這個演習叫西部聯合2021 西部指的是地域 聯合指的是多軍兵種的聯合演習 那麼2021指的是今年 這也是中俄常態化的演習裡面 涉及到的是非傳統安全領域 以及傳統安全領域的演習 下面再來看 英媒說讓中國參與綠色工業革命 到底讓不讓參與呢 現在英國的內閣分歧越來越大 比如中國要不要參與 英國的核電站的建設 現在有人要求把中國企業排除出去 這就是印度以及英國這些國家 所謂的公平公正 市場越來越封閉 保護 下面再來看香港01以及衛星網的消息 美國國務卿就說 美國願意重返核協議 主動權在伊朗手裡 但是有一點的話就是 美國如果不做出讓步的話 伊朗也不可能回來 那麼布林肯就說 不可能無限期的來推延 如果談不成的話怎麼辦 擺在美國面前其實也兩難啊 我們來看下一條消息 拜登就說 買國貨不是口號 希望聯邦政府要支持 把買國貨的比例 從55%變成60% 是誰在搞貿易保護主義 看到了吧 美國是在帶頭搞貿易保護主義 美國國務院對韓朝恢復通訊表示 歡迎說這是一個積極的進展 但是距離美朝之間的談判 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為什麼 美國在很多問題上 壓根不做出 絲毫的讓步 毫無善意可言 文在寅在最後一刻 放棄了訪問日本參加 東京奧運會的開幕式 以及和建議委見面 原因是什麼呢 日方堅持不撤銷 對半導體管制 所以文在寅是一怒之下 不去了 韓國現在要立《假新聞法》 爭取下月通過 如果誰製造了謠言 對不起 將會罰金五倍 來看這是來自於《星島日報》 還有《南華早報》的消息 亞美尼亞就要求俄羅斯 派兵駐紮邊境 比較擔心的是 阿塞拜疆再次犯禁 那麼俄羅斯對這個問題拒絕評論 我們來看航天消息 這裡面所指出的就是 科學艙已經和國際空間站對接了 但是主發動機突然工作了 結果我們知道 這樣一個空間站在太空的話 它是一個鋼體 稍微有一點動力的話 它就開始不停地旋轉 結果轉了多少呢 轉了45度 然後呢 讓另外一個艙室的發動機工作 最後把它揪偏 這個確實是很危險的 處理不好的話 對國際空間站 將會有滅頂之災 那麼俄羅斯航天部門就指出 下一個俄羅斯的模塊艙 將會在11月飛向國際空間站 指的是英式的登月艙 俄羅斯也在太空領域不斷地發力 它自己研製的登月艙 名字叫英式 寶石捷現在也要加入太空競賽 也就是不能光有什麼SpaceX了 藍色起源了 也需要有寶石捷 它也不斷地在加力 來自於星島日報 金融時報的消息 特斯拉現在很牛 也很高興 它說我和其他的車企相比 我比他們強得多得多 為什麼 我注重環保 很多國家接受我這個環保的理念 來自於經濟日報的消息 我們看這個消息來自於路透社 這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綠色的花園 在哪呢 像塞里加爾 包括非洲很多國家 通過這種方式 就是來製造更多的綠色 來實現環保的目標 好 我們大千世界看看這個話題 希望非洲的綠色越來越多 我們知道在非洲有撒哈拉沙漠 而且撒哈拉沙漠 隨著氣候不斷地變暖 它的面積不是縮小了 是越來越大 再加之非洲 尤其是撒哈拉以南 戰亂不斷 沒有哪個國家真正地去考慮 植樹造林這些事情 所以就會導致非洲的氣候也好 非洲的沙漠化也好 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 這種綠色隨著和平 越來越多 好了 廣告之後繼續讀 中華軍將關注中共的經濟 為什麼越來越好 中國的經濟為什麼越來越好 中國鼓勵的是多邊貿易體制 你看 中國在貿易問題上 窮來不會設什麼貿易壁壘 而且進一步深化跨境貿易的便利化改革 通過這種方式來優化營商環境 鼓勵更多的外商進入到中國 中國也鼓勵更多的商品出口 這實際上表明 中國在經濟問題上有自己一套 但是再來看一看 美國不斷地在高築貿易壁壘 《人民日報》和《南華早報》裡面 就指出中國和東盟的貿易規模 30年來擴大了85倍 東盟現在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印度尼西亞各省和中國之間的聯繫 是越來越緊密 原因是什麼呢 多方面 首先東盟和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 比較緊密 另外印尼和中國也簽署了 一帶一路 合作倡議對彼此是互利雙贏 《信報》《經濟日報》來看 朱建布就說約談了五個城市 而且要堅持房住不潮 不能去炒房 房子是作為一個公共的產品 不能把它作為一個奇貨可居的商品 下面再來看 深圳立法禁止幼兒園上市融資 凡是要上市融資的話 那麼對於這種企業的話 它非公益性 作為教育來講的話 應該走公益化的道路 這樣的話會讓整個教育 更加公平公正 公開 來自於信報 新浪 我們來看 滴滴就否認自己私有化 開始的時候有人說它要私有化 結果漲得挺多 漲了兩成 後來又收回來一半 也就是私有化的這樣一個傳言 後來不存在了 來自於信報 我們再來看這個所謂的銀行家 就說大陸頻頻出監管的重拳 香港股市的IPO可能盛況不在 我覺得為什麼說是所謂的銀行家呢 鼠目寸光 只能看眼前 看不到我們中國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 是為了更好的規範化市場 是要走法制化的道路 市場也需要法制化 所以往長遠看 可能用不了多長時間 香港的IPO就會越來越多 我們還看這個消息 你看監管口風放軟 港股開始不斷地訪談 但是高盛就把中資的股票評級下降了 其實高盛也應該把眼光望遠來看 下面再來看歐洲投資機構就說 近期的中國市場動盪只是噪音 這個用詞是不準確的 他說的是對的 這只是個近期的行為 只是一個市場法律規範化的行為 但它不是噪音 這是一個法律規範化的一個過程 所以既然知道如此的話 那麼對中國的政策應該了如指掌 該投資照樣投資 好了 《中華速報》我們一會兒接著說 《聯合早報》騰訊裡面就指出 英國的女王號航空母艦 現在正在往南沙群島 西沙群島 台灣海峽 甚至到釣魚島這個方向來走 那麼解放軍怎麼來嚴鎮以待呢 宣布軍事演習 如果進入到了你不該進入的地方 對不起這兒有一個deadline 進來的話打到你那也是白打 所以千萬不要挑釁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成 河南因為洪災遇難的人數增加到了99人 但是逝者安息 下面再來看 說的是南京的疫情 現在外溢 已經有7個省份出現了南京疫情外溢 包括張家界 現在成為一個新的暴點 那麼怎麼辦呢 需要嚴防死守 現在北京已經有兩個人確診了 來自於《經濟日報》 《文匯報》的消息 高福就指出世界不共享疫苗 病毒將共享世界 這個話說的是非常的準確 因為只要有一個國家出現了病毒 那麼這個病毒還會進一步擴散 現在的地球已經是地球村 而且範圍越來越小 地球越來越小 所以必須要嚴控病毒 持緣全球 中國的疫苗出口超美國83倍 美國實際上是把疫苗 作為政治工具外交工具 而中國是把疫苗作為公共衛生產品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來自於《大公報》的消息 你看香港有一些人 在觀看奧運的時候得了金牌 本來是奏國歌一件很好的事 多麼莊重的一件事 結果這些人在虛國歌 那麼現在警方就在看看錄像 究竟是哪些人 搜集到證據之後的話 將會按照國企法 國歌法 來進行檢控 記住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國家 如果連一個國家都沒有 連自己的祖國都沒有 你覺得這個人是個什麼樣的人 來自於《頭條日報》和《星島日報》 北京開小店 國策大轉變 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很多地方 包括在地鐵裡面 可以開一些便利店 包括之前我們知道 在很多的社區要搞社區團購 後來這個事情被戛然而止 為什麼呢 如果這種大型的互聯網公司 也搞什麼互聯網的社區團購的話 將會讓那些小店小攤販都沒有活路 這樣的話將會讓就業問題難之又難 所以關鍵的關鍵要解決就業問題 這是一個維護社會穩定的主要的考量 好了 今天我們的焦點要聊的就是 德克里克堡病毒實驗室 來看我們今天目光再聚焦到那個看似神秘 實際上野心勃勃的美國陸軍 德克里克堡病毒實驗室 海外網和新浪裡面就指出 《解放軍報》就指出 美國的德克里克堡實驗室 該給一個負責任的交代了 美國人到現在都不敢揭開 德克里克堡病毒實驗室的面紗 為什麼呢 心中有鬼 賊喊捉賊 必是賊 再來看 海外網裡面就指出一點 路徑很清晰 歐洲已經發現了 新冠病毒它的來源是哪 就是德克里克堡 也就是已經確信無無 這個病毒來自於這個病毒實驗室 其實我們要明確一點 新冠病毒是可以在實驗室裡製造的 只有美國有這種生物科技的能力 而美國的德克里克堡軍事基地 恰恰是製造了新冠病毒 現在應該是鐵證如山 焦點評論我們今天要說的是什麼呢 新冠病毒來自於德克里克堡病毒實驗室 看來這個事情是真實的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比方 比如某一個實驗室 比如德克里克堡實驗室 它經過各種各樣的努力 掌握了新冠病毒 比如從蝙蝠身體中提存了 所謂的新冠病毒 然後對它進行研究 讓它更加適應人的這種體制 這個作為美國這樣生物科技 發達能力非常強的國家 它是可以做得到 美國的生物科技能力是繼承於731部隊 而且它在人體上 已經做過之前大量的實驗 另外一方面的話 就是美國在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 和蘇聯進行軍備競賽的時候 裡面就包括生物武器的軍備競賽 生物武器裡面就包括這種生物戰機 而新冠病毒是完全符合生物戰機的 各種特質的要求 所以美國有研製這種武器裝備的需求 另外一方面的話 如果新冠病毒來自於大自然 比如蝙蝠影響了狗 狗又影響了人 但這個概率其實是一個小概率事件 是很難影響成為一個全球性的 這種爆發的大病毒 所以我們要明白一點的話 從美軍的這條線路上 如果推速過去的話是非常的可靠 首先一點的話 就是德克里克堡軍事基地 在2018年之後就疏於管理 找了一家資質不是很好的衛生垃圾 處理的公司 而且這家公司在處理醫療衛生垃圾的時候 並不是那麼嚴格 結果就導致病毒外泄 包括人員也出現了問題 這個恰恰表明的話 就是新冠病毒其實在2018年 2019年就已經出現了問題 2019年的時候 美國我們知道 國內出現了不明的流感 導致大量的人員死亡的人數 遠遠超過之前流感所死亡的人數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它是美國陸軍的病毒實驗室 所以美國在海外有很多的軍事基地 這些軍事基地要通過 美國陸軍的某些血液配送的機制 要送到其他國家 你看為什麼在2019年 有很多美軍基地 比如在英國的 在日本的 包括在荷蘭的 甚至在瑞典的 還有在西班牙的 都是軍事基地首先染疫 這就是通過美國陸軍的 血液配送機制 來把病毒通過冷鏈 傳到了這些國家 還有一點的話不得不說 就是2019年 在武漢的軍人運動會 美軍參加了 美軍參加之後的話 就出現了這個問題 我們不得不三思這個問題 另外一方面的話 我們要明白 美國在海外的軍事基地非常多 包括在海外的病毒實驗室 也非常多 尤其是在中國 以及俄羅斯周邊 有很多的病毒實驗室 你們想幹什麼 這恰恰表明的話 美國應該在 德克里克堡軍事基地問題上 應該表明自己的立場 讓世衛組織去核查 來自證清白 如果不能自證清白的話 說明有鬼 心裡有鬼 自然就不敢讓外人去看一看 所以這樣一個真相 如果美國在很多問題上 不願意坦白的話 那麼對國際社會是高度的不負責任 好了 下週同一時間 不見不散 祝大家週末愉快